而接下來這個數字就是很大的警訊 根據國民健康署統計 臺灣每年因為肝病而死亡的人數 多達一萬三千人 也就是說 平均每四十分鐘 就有一個人因為肝病而不治 不過調查發現 民眾對於肝病的認知有許多錯誤 現在至少有三成以上的肝炎代言者 因為身體沒有出現症狀 就不去看醫生 但是這樣子很可能會導致肝癮化 或者提高日後罹患肝癌的風險 四十三歲的葉先生在大學時 就知道自己有B型肝炎 但當時只有接受中醫治療及追蹤 沒想到十五年後 因為肝炎惡化成肝炎化 甚至還長出兩公分的腫瘤 某天半夜突然大量吐血 幸好緊急送醫開刀才救回一命 根據國進署最新調查發現 很多民眾對於肝病有錯誤認知 例如有超過九成的民眾認為 熬夜喝酒才是導致肝癌的主要原因 而且有三成 民知道自己有B型肝炎或C型肝炎 卻因為自己身體無症狀 所以不去就醫 但這很可能會導致肝硬化 甚至增加日後肝癌發生率 國健署強調肝病是可以有效治療或控制 慢性C肝感染者如果定期施打抗病毒及干擾素 可以降低百分之六十五的肝癌發生率 B肝代源者則可降低百分之四十七的肝硬化 以及百分之七十八的肝癌發生率 因此提醒國人一定要定期檢查 積極就醫才能遠離肝病的威脅 記者賴水美 陳信龍 台語報導